Hello 大家好 我是YuvaGan 今天我们来说空间升学 很多人把音响买回家后 发现听起来并没有像在音响店那么好听 就会觉得是设备不好 或者是技术人员不会调试 你知道吗 真正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你家的空间升学不好所导致的哦 当音箱摆进家里 声音在房间里来回反射 同时也会带动房间里其他物品的震动 这时整个房间又成了另一个音箱 你听到的声音除了音箱的直达声 还有房间的反射声 这样反射声的占比可高达20到40% 是会很大程度影响你的音响效果哦 那么要怎么样把这些讨人厌的回声去掉呢 第一个方法就是让音箱尽量靠近你 让你听到更多的直达声减少反射声 第二个方法就是把家里的墙面全部拆掉就可以啦 不想拆掉吗 那就在家里的一些墙面或地面做一些商学处理 你可以在墙壁上安装吸音板 或者通过窗帘 布置沙发 枕头 来吸收空间里多余的声音能量 地面上也可以选择铺上地毯 或者摆上绒毛玩具来降低回声 通过减少声音反射 让混音时间降低 声音就可以达到应有的清晰度啦 一个好的家庭影院布置讲求软硬兼施 就是用硬直的天花板来反射声音 用软直的地毯来吸收声音 这样的空间是比较平衡的 此外各种吸音物体的厚度重量甚至美观 都是会影响你选择的因素 所以说新手玩器材 高手玩房间 空间深水里的学问实在是太多太多啦 赶快来HiFi Studio 让我们专业的人员帮你布置你的家庭影院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